今天的练习应该都差不多了 排位圈速很快 虽然成绩被取消 但我们其实就出了半线一点点 还是证明 罗海罗的圈速 我们车组圈速 最快单线是非常快的 然后上午的单圈的时间 也是长跑的时间也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圈速我们有了 现在就是要确保我们在 进站的过程中 不要再有损失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前面两站 其实我们都相对来说 在进站的时候输的是比较多的 因为你进站的时候 2秒 3秒 5秒 10秒是很容易输 但你在赛道上是追不回来的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练习 希望这次可以把进站的时候 这个差距要能够拿回来 然后整个团队进站 就有点像一个演出一样 第一部分结束的 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非常的紧张 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各自的练习 然后大家再放在一起 像大合唱一样 感觉非常的精彩 然后对于明天的比赛 当然是希望尽可能的去多拿分 甚至去冲击冠军 我想我们在圈速上还是有希望的 包括在进站上也是越做越好 OK 期待明天的一个表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双栋梁里面的一部分 在双栋梁里面的一部分 感谢观看